G Magazine的讀者,你们好,我是Li Lam 今年20岁,是一个模特和一个学生,在英国读书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穿搭先 首先,这件是Blazer,是Isabel Morong的Blazer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的Power Shoulder 然后,今天这样穿,里面其实有穿东西的,但特意中间漏空了一个小皮肤出来 然后那条褲是Biker Shorts 对鞋是Bali爸爸的,偷了来穿 那个袋子,妈妈的,都不知什么brand Og UK,这样拿 那我试一下夹着是什么样子 搬走路,这样吧 你要和你整个人的气质有关呢 就是你这样夹着是OK的,Fashion的 那副眼镜呢? 我喜欢的是Gentle Monster 上年买的,我喜欢它这个形状 长方形,长的,不是圆圆 通常我买的眼镜都是长形状 不是圆形状,搭配我一点 我的面型都是... 斜一点 对,对,对,对 想在这个位置阔化 加上 contrast 那你刚刚有提过你在英国读书 那你觉得英国的文化有没有影响到你的outfit? 我觉得一开始的影响大一点 我觉得一开始我穿的衣服会像英国人多一点 我现在在伦敦读书,但我原本是一个 那个town仔的读书 那些人的fashion sense 其实我觉得一般的 不是那么特出 但去了倫敦之后,我觉得是有的 但现在读了一两年之后呢 因为我多了去... 不,就是在倫敦 就是周围都有去的话 我最喜欢我觉得应该是法国 所以我觉得今天会像法国多一点的 有,我觉得一条裤好有 是的 那以我认识的Lilam 就是今年开始 就多了穿一些可能女性才会穿的单品 好像今天穿的单车褲 或者昨天才见了Lilam 就穿了一个有何叶边的靈 为什么会开始选一些偏向女性化的单品呢? 其实我没有特意选 我很多看Instagram 或者看其他media 我觉得漂亮的可能很多都是女性 我没有特意选女性 也没有特意选男性 但主要是我觉得那天看下去漂亮 就买那套何叶嶺那件呢 是之前看旧的外国那些戏 Vintage戏呢 很多都有 我又很喜欢 那时候喜欢Vintage 所以那时候就买了 但是我又很喜欢买了那些衣服 不会特意扔 那段过了那个trend之后 不会特意扔 因为我觉得永远都不够 那是不是电影里面 穿着的这些character 会影响到你呢? 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穿衣是 Based on一个character 或者Based on一个period 或者可能那段时间我很满意自己的腿 或者很满意自己的腿 或者很满意自己的腰 由那里可以配搭 不是一件衣服可以配搭 可能是一个character 可能是一个部位 譬如说今天想露肚子 穿一个crop top 今天想露肚子就穿单车褲 还有这里 没有这个 今天露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在身边先 是没有的,但是照样 那你刚刚提过 你现在除了是学生之后 还有做model 那你觉得model这一行 怎样影响你对fashion的看法 或者怎样帮助你的fashion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是喜欢fashion 跟着才开始model的 那但是 我觉得每一件衣服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穿法 就是我有时做model 我会去一些fitting session 或者styling session 你会发现你就这样看衣服 而且真的穿到上去 还有再夹完几下 是全部都不同 发现每一件衣服 都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就是自己可能多点去尝试一些 不同的可能性 里面不穿是一个玩法 里面穿男生衣又是一个玩法 这样穿就可能比较女生 但是有些人是穿裙 我今天其实这个outfit 有点inspired by Hailey Bieber 但是她穿的时候 就是和我想 这个差不多的材料 但是是裙 裙 可能carry不到 我也没有裙 那你觉得现在男生这些 去到膝头的对上的短裤 是否是新的一种流行趋势呢? 我看表演的话就是 但是如果真是 in real life 我就觉得很少人穿 但是我也有穿了一支 我经常都穿一些超短裤 这条已经不算超短了 超短裤是底裤那么长 夏天就会穿得多一点 因为冬天凍 我知道这叻就经常会穿一些 比较短的短裤 那你觉得你在香港穿 和在伦敦或者欧洲的地方穿 大家的目光有没有不一样呢? 自己有没有介意呢? 其实两边都有些奇怪的目光 但是那些人不太介意 反而是可能 家人说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他们可以 没有啊 我不是很介意 我照着就知道 我不是很介意 就是家人对 fashion 的接受度 就不算很大 反而是 我今天准备去过冬 今晚应该都是 不停被人说的 不过 没所谓 话题中心 OK 你享受的? 不享受的 那如果家人极力阻止 你今天穿这套 outfit 你会不会听他们的说 我觉得前几年父母是会多阻止 但是这几年好了 因为我穿来穿去都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 有时我穿久了 反而是反而是反而 他们可能会跟着 反而 父母开始向着你的 fashion 的方向走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她可能不会穿我穿的 但她会觉得接受到 就算她在街外面 看到一个和我穿得差不多的人 她都会明白 那你平时由衬衣 到出门口用多久呢? 今天应该会换个钟 其实今天这套很容易想的 但我都配了几套 最后才选了这套 对对对对 好像我跟这套 我们不需要设置头 对对 不用化妆 若天生丽质 我看这套皮肤很好 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品牌? 或者有哪位设计师 或者品牌你很欣赏? 我最喜欢现在是YSL 如果我这样跟人说 不是法国人说 他们都会觉得 YSL挺正 但如果我在法国里面 我很多人都会觉得 Oh YSL is boring 因为YSL 就是很基于法国人的一个品牌 所以他们自己看自己 就会觉得 像我平时都是这样穿 反而他们会更加欣赏一些 很夸张的东西 今天这件虽然是Isabel Maron 但是轮廓也是YSL 我最近喜欢沾蕊 那你现在有没有拍拖呢? 是没有的 那你喜欢另一半 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我的年纪我觉得 什么都市是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长期的 我喜欢一些已经找到自己风格的人 可能去到四五十岁 你永远都穿同一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是自己是自己的icon 但是现在来说 因为现在我现在20岁 我想我都会找一些 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 如果我现在找一个 还在试不同风格的人 我觉得能接受到 因为我自己也是 我就不觉得是要 所有trendy的东西都试完 反而是你不断试试到 找到之后就 stick with it 有没有说不喜欢另一半 穿什么风格呢? 可能穿了就扣分 没有 如果你感觉到他今天有什么配搭 就OK 但是甚至他配搭完 都是很难看的 那我不行 总之我的standard 那他懂不懂配搭衣服 会不会加分 会 如果个人原本很励质 那就OK 如果穿得很普通 不可以 一件衣服你觉得很普通 但是放在某些人上面 就是会很特别的 你未来有没有新的style 或者其他的outfit的风格 想试一下 我前几天在一个shooting 试了一个很短的crop top 我会想试那个 但我觉得还不够瘦 去到 lean下面 遮住还是不要遮住 刚好遮住 刚好遮住 算是有少少Y2K的 还有低腰 我都喜欢低腰 我平时都穿很多低腰 可以推荐给观众的items 你会选择什么呢 我觉得我今天最特别的是biker shorts 因为我觉得还没有很多人穿 我觉得是漂亮的 接着这个blazer 接着眼镜 我觉得黑超是帅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outfit 如果放在一个女生身上 我是超喜欢的 因为blazer再加一个单车短褲 就是我理想中最完美的outfit 而一个男生去carry 我觉得carry都很好 谢谢 那可不可以请你评论一下 香港的穿淡文化 就是以你去完伦敦 走过这么多不同的fashion show fashion week 再对比香港 你觉得香港的穿淡文化是怎样呢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穿东西是很实用的 就是暖为主 不过我觉得年轻人 是很多人都有很多 尝试一些自己没试过的东西 但好像刚刚说 我觉得穿衣不是找一些自己没穿过的东西 因为总有一些自己没穿过的东西 我觉得是找适合自己穿的东西 而我觉得香港人是比较多 喜欢试光 什么都试光 或者现在很多人都试的 试光 但我觉得是找自己 那你是怎样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我自己穿很多风格 都配搭 但真的看着镜子 我觉得谁最像自己 就是谁 我现在还在找 但我现在最喜欢的是 少少elegant 但是占裔 好像今天那样 那你平时有看什么平台 去吸收一些潮流的资讯呢 看show 看一些评论show的人 我追了几年 这个YouTube channel 叫做Aha Lolo 我也有看 我每集都追的 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很忠诚 然后Instagram Celebrity那些都会跟 今天就是Hailey Bieber 但平时就没说很跟实一个Celebrity 反而是那个YouTube channel 和什么show都看的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个 你最近看过 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show 最近两个 我觉得Jacques Mouze最近 那个很大顶草帽 那个 还有Caperney Bella Hadid 噴东西 对 但其实两个brand做的东西 未必是真的穿得出街 但我觉得有时候看show 是看艺术性 而不是就是看实不实用 好了 好多谢Liland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喜欢Liland的朋友 就可以follow他的Instagram 他经常都会分享自己的OTD follow我们G Magazine 还有like share subscribe 我们下午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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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